这是无间不摧的狼牙棒 任何生物在它面前都不堪一击 因此我绝不能让它落入猎人的手里 它就藏在服务器中最为隐秘的角落 只有拥有特殊的指南针才能将其找到 可惜我手里只有半个 雷吉 交出你手里的指南针 什么指南针 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又是这样 一言不合就将我推下高空 还好我早有准备 奇怪了 他们就这样乖乖走了吗 这不像是猎人的风格呀 他们好像在塔上留下了一个红色的墨影水晶 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我得赶紧离开 身上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出现药水效果 形状类似于一道闪电 不管了 继续前进 我的天呐 我是遭雷劈了吗 光天化日 这是哪来的雷电啊 我想我明白了闪电图标的意思了 有没有搞错 躲进水里还劈 再来一击我就真的要凉了 海底有一道围墙组成的圈子 这些不断向上冒的离子似乎形成了一道屏障 也许我应该回到圈内 果然是这样 身上的雷结效果立马就消失了 这肯定是猎人给我留下的惊喜 我说他们怎么敢放心离开 也许只有打破这些方块 我才能安全地逃出这里 开什么玩笑 这些方块为什么无法打破 我手里拿着的可是钻石稿啊 看来猎人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但他们肯定没想到我手里会有一个天体 要想天体在水中点燃 需要一些技巧 首先我需要花点时间挖开一个沙块 在这个过程中 还需要不断地浮出水面换气 一切准备就绪后 将沙块放在天体上 然后甩出墨影珍珠就能将其点燃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TNT将我炸成了残险 但这面墙却完好无损 如果水路走不通的话 或许可以直接架桥从上面通过 恰好前面就有足够的木材 我得趁猎人回来之前赶紧挖掘 等等 我怎么好像听到沸沸的声音 沸沸是你吗 果然就是她 看来猎人不光将我困在了这里 别担心沸沸 我会救你出来了 等我放置一个炸篮门 你就可以进入游泳模式逃离地牢了 太好了 那半个指南针竟然在你手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基地里恰好也有半个 只要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我们就能凭借完好的指南针找到重机锤 那时我们就再也不用害怕猎人了 而我的基地就在海的对面 我看到了 前面果然有一个基地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赶往那里吧 有这些木头应该就能搭一座天桥离开这里 该死 还差一点点 好样的沸沸 有你是我的福气 希望能够顺利地通过猎人设下的圈子 太好了 真的成功了 身上没有遭受雷电效果 雷吉 你听到爆炸声了吗 好像是那红色的水晶发出的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太诡异了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该死 我又受到了雷电效果 我的天哪 这要劈到我身上 还不得东一块西一块 我们还是赶紧回到圈内吧 总算是恢复正常了 现在可以确定一件事了 我们一旦逃离这座小岛 就会遭受雷吉 你小子有铁桶怎么不早拿出来 我又有办法了 只需要咬上一桶海水 再利用好岛上的一片岩浆 就能制造一个黑钥匙传送门了 这对沸沸来说还不是简简单单 太好了 传送门被成功激活 咱们一起离开吧 猎人肯定想不到我们还有这招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这是什么情况 谁把我的传送门打破了 不不不 这一定是巧合 让我再试试看 该死 看来这真是冲我来的呀 肯定是那红色的墨影水晶搞的鬼 该死 又下雨了 等等 我的潜影盒里好像有一把激流三叉戟 这简直就是天助我眼 我手上还有墨影之眼 只需要再来几个黑钥匙就可以做成潜影盒了 很好 总算制作完成了 奇怪 我的三叉戟去哪了 里面只有翘翅和烟花 而且翘翅已被损坏 根本无法飞行 真是缺啥来啥呀 只要击败这个幻影 就能掉落幻影膜 这样就可以用来修复翘翅了 通过工作台制作了一把母舰 然后通过瞄准预判它的走位 哈哈 一发命中 可惜没有掉下幻影膜 这只应该会掉落吧 求求你了 来一个吧 哈哈 总算是心想事成了 绝不能让他们得偿所愿 尝尝我精心制作的红石大炮吧 什么情况 刚刚是什么东西爆炸了 我的工作台和铁针都被摧毁了 雷吉 快看呐 我明白了 一定是有人在搞鬼 绝不能放过那家伙 找到他一定要他好看 他多半就藏在某棵树上 等等 我好像发现了什么 这下面藏着一个拉杆 果然如此 这下面有一个密室 那家伙肯定就藏在里面 这里的方块与海底那特殊的方块相似 也许这里能直接通向外面 什么情况 我又被堵在了这里 这些方块虽然容易击破 但为何总是不断的掉落 我好像又听到了炸弹点燃的声音 快跑沸沸 那是天体 等等 雷吉 我看到树上有一个名字的标签 一定是那个家伙 我们被他监控了 让我们上去看看 想必他就是用这个红石大炮来摧毁我的工作台和铁针的 雷吉 我看到那个家伙 别让他跑走了 我们得抓到他 奇怪 明明看到他跑到这里的 我们必须得找到他 现在我们在明处而敌人在暗处 我们必须得隐藏起来 好样的沸沸 有了隐身药水 猎人根本就发现不了我们的存在 等等雷吉 我有打败猎人的办法了 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个TNT陷阱 逼迫猎人从高空跳过 猎人看到这里有水 就会直接往下跳 而我会在猎人跌入水中的瞬间 用海绵吸光这里的海水 你这小子简直就是个天才 那就由我来引诱猎人吧 看到那个家伙 你这傻大哥 我就在你的后面 有本事就来追我呀 这家伙果然上当了 现在只需要将其引到那个池子上方就行 陷阱搭建完毕 接下来我会激活TNT逼迫猎人 跳入下面的水石中 猎人想不到下面的海水会被吸干 直接就落地成河了 这又是什么情况 莫营水晶再次发生了变化 这次我们俩直接染上了雷电效果 看来是因为我们击杀猎人所导致的惩罚 这可不妙吧 如果无法躲避这些雷电的攻击 我们迟早会被击败的 也许我们可以把那个红色的水晶击破试试 真是个好主意 我背包里恰好就有弩箭和烟花 奇怪 明明命中了 为何水晶却没有引爆 让我再试试看 红色水晶依旧完好无损 如果火箭起不了作用 也许可以换种方式试试 那我就用雪球试试吧 该死 雪球根本就投送不了这么远的距离 也许我们可以离红色水晶更近一些 好主意 只要到其面前就能轻松将其击中 周围怎么突然出现了一片符文 随后一道冲击波将我弹开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打破那道水晶了吗 别放弃雷击 我还有最后一个计划 快跟我来 我们可以效仿猎人的做法 在这里制作一个天地红石大炮 看起来十分不错 我们赶紧试试 我们成功了 红色水晶被成功破坏 附在我们身上的雷电效果 此刻也终于消失了 猎人肯定已经知晓 并且正在赶往这里 我们必须得赶紧离开这里 让我们去找那个墨影人借点东西吧 感谢你的墨影珍珠 接下来我们可以按照 红石大炮的思路制作一个发射台 接下来 只需要将墨影珍珠甩入水中 然后在上面放置一圈方块围住 天地爆炸的威力 会将墨影珍珠甩出非常远的距离 因此从理论上说 我们就可以直接到达沸沸的基地 天哪 我们真的成功了 你这家伙的基地看起来可真雄伟啊 另外半个指南针就藏在对面的那个仓库里 事不宜迟 我们还是赶紧去吧 该死 我看到了猎人的名字 鬼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真的很担心猎人拿走仓库的半个指南针 别担心雷击 他们是进不了仓库的 我设置了一个关闭仓库的开关 可仓库的大门迟早还是会被他们打破的 我有一个主意 你可以扮成猎人的模样 吸引他们的离开 然后由我去拿走仓库的指南针 真是个好主意 愚蠢的猎人 看看我手里是什么 追到我他就是你们的了 交出指南针 否则你会被我们三个撕碎的 现在费费应该已经拿到指南针了吧 好好看看四周吧 你已经被包围了 完了 好像还真是 赶紧抓住钓鱼钩 我拉你上来 真是惊险 差点就被硬而上了 等我拿到重击锤 一定要将他们屠戮带紧 这下完了 指南针针被他们拿到 别担心 我在基地的另一个地方 找到了一个完好的指南针 我们可以率先抵达指南针所指的地方 总算是有指南针了 事不宜迟 我们就赶紧动身吧 过好了雷吉 我看到那个猎人手里 好像也有一个指南针 真是该死 我们必须得赶紧行动了 绝不能让那群猎人 杰族先登了 前面就是藏有狼牙棒的地方 真是非常的糟糕 我们还是晚来了一步 猎人已经拿到重击锤了 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 猎人之间好像出现了分歧 现在我强的可怕 已经不再需要任何队友了 求求你们让我加入 我会帮你们一起对付他的 你这家伙给我安静点 他现在肯定正在寻找我们 我看见他了 他正在河中游泳 现在他十分的强大 我们只有将他引入陷阱 才有可能将其击败 快想想我们可以如何引诱他 什么东西对他来说是最最重要的 我知道 那一定是他船上的那只宠物青蛙 那是陪伴了他两年半的宠物 这就是他家的地址 你们可以去寻找 你这小子总算是做了件好事 我们会根据地图找到那只青蛙的 前方就是他的住宅了 哈哈 我找到这个叛徒了 受死吧 你这个自私的家伙 愚蠢的家伙 那是我专门设的稻草人 终于找到你了 赶紧将他带走吧 我已经看到了猎人的名字 他正在赶往这里 没时间了 就在这里设置陷阱 陷阱并不需要多复杂 只需要在这里挖下一个深坑 然后在最下面放上一些中辱石 随后将这只青蛙宠物 绑在大量天地的旁边 如此一来 红石线路一旦被激活 猎人肯定来不及思考 就会奔向陷阱 想要解救他的宠物 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就由我来将他引诱到这里 我必须得小心谨慎 毕竟他一锤子就能将我消灭 他肯定就在这个房间里面 愚蠢的猎人 想救你的宠物青蛙就跟我来 该死的家伙 你对我的青蛙做了什么 赶紧启动红石炸弹 哈哈 他这家伙果然上当了 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啊 还好一切都有惊无险 TNT傀儡绝对是令猎人头皮发麻的存在 不但能一秒发射两块TNT 还拥有铁傀儡三倍的血量 并且免疫TNT的伤害 我本不想掏出这杀手锏 可猎人却步步紧逼 作为一名服务器良民 猎人却无缘无故逼迫我跳入面前的水池 我听话照做 发现下面深不见底 回头时 猎人居然在封顶 这下我瞬间慌了神 氧气即将耗光 我来到水底寻找生机 但下面也没有出口 耗尽氧气我开始掉血 我不想死在这里 看看包里有没有什么东西 有一扇木门 我赶紧把它放在水底 随后打开它钻过去 好险 幸好这一招能奏效 该怎么离开这呢 对了 铁栅栏可以直接撸 为何突然就挖不动了 原来是被施加了挖掘疲劳 太糟糕了 雷吉 抬头有惊喜 我的天 居然还有更糟糕的 猎人这是要置我于死地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主动出击 幸好箭矢在水下威力不大 真的吗 如果我们一直射箭呢 可恶 那我偏偏要活下去 包里有岩浆筒 我迅速游到顶部 将岩浆倒出 从而堵住发射器 这样就不会在射箭时必无可逆 我有两种办法能逃出这里 一是暴力破坏铁栅栏 二是直接卡爆出去 我的东西并不多 因此要仔细盘算 我把你放的黑钥匙破坏掉了 顺便送你一份大礼 我去 猎人是如何把远古守护者塞进来的 这可不妙 这家伙打人很痛 我俩今天注定只能活一个 来吧 速战速决 我拿起木剑就是一顿乱卡 一旦血量危险就迅速后撤 毕竟我唯一的优势就在于持续作战能力 这家伙看出了我的想法 无奈我只得抄起家伙陪他再战 弹两件拉扯一波再回来 毕竟我无法水下呼吸 刚才就只剩半颗星了 这种打法很危险 我应该把状态补满 然后一鼓作气将其斩杀 就这么办 开始执行 成功了 这家伙掉落了一块海绵 对我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 幸好木门能隔水 没有它我都不知道死多少次了 有海绵我应该能出去了 先把熔炉放下 接着加入煤炭 僵尸海绵放入其中 把它的水分烤干 只要把干海绵放下 我就能得到一片无水区 就放这儿吧 这下舒服多了 不好 我居然忘了考虑重力因素 上面的海水灌下来了 就这样海绵被我浪费掉了 有着挖掘疲劳 我无法将其收回 看来下次要三四二后行 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什么动静 又来了一阵剑雨 这样下去 我的食物很快就会被耗光 只剩七块牛排了 速速想想破局之法 先把工作台放下 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包里还有TNT 只要炸掉这些铁栅栏 我就能游出去 计划完美 开始执行 把它放在这里 拿出包里的火焰弹 点燃TNT 随后远离爆炸范围 沉闷的爆炸声响起 我隐隐感到不对 果然 铁栅栏完好无损 我忘记了TNT在水下 会威力骤解 逆尸来了 我去 能不能让我喘口气 这些逆尸打人太痛了 不行 我必须和他们拼近战 退回来补充一下氧气 这家伙手里的三叉戟不一般 必须快速把它解决掉 还差最后一击 很好 成功了 快逆水了 得退回去 这把三叉戟附魔了激流衣 或许我可以利用它的位移卡出去 虽然位移短了一点 但应该足够我穿过铁栅栏 理论成立 开始实践 贴紧铁栅栏随后投掷三叉戟 一次不成就多是几次 一定要让我成功啊 我对着墙脚连是三次不成 无奈只好放弃 到底该怎么离开这儿呢 妙灾 挖掘疲劳结束了 快快快 赶紧把铁栅撸掉 一分钟后栅栏爆碎 Nice 我可以游出去了 可突然孔洞被黑药士封死 猎人准确预判了我的行动 并对我施加了挖掘疲劳 此时的我真是欲哭无泪 得了 又白忙活 看看我还能做些什么吧 能够制作一块TNT 以及一些火焰弹 这应该是我最后的机会 正常情况下 TNT在水下不会起作用 因此这里要排除正常情况 关键点在于沙子 先把TNT放在熔炉上 然后在TNT上放置沙子 接下来便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一旦我将TNT点燃 沙子便会掉下去和它融为一体 届时它就能重振雄风 点火完毕后要迅速离开附近 我的眼睛死死盯着下面 这是最后的希望 成功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穿越缝隙 朝着湖面游去 糟糕 湖面被玻璃封死了 我唯一能去的只有旁边的玻璃建筑 里面似乎有空气 应该是从这个地方进去 不曾想我误打误撞进了猎人的老巢 这下算是自投罗网了 于是只好缴械投降 把你身上所有东西丢掉 没问题 我配合 快点走 上电梯 我顺手从猎人这里拿点特材 捏着乘坐电梯去往上面 经过漫长的一分钟 我们抵达终点 一道看不到终点的玻璃桥 老老实实往前走 整座湖面都被我们覆盖了玻璃 最好不要想不开 我可没那么蠢 三分钟后我走到桥的另一头 猎人们极不可耐地把后路封死 他们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随后又在桥上放置TNT 如果只是炸桥 绝对用不了这么多 他们想让我意外去世 这一想法很快就得到印证 TNT开始爆炸 我低下头不敢去看 松了口气 幸好猎人对距离的把控不是很精准 我现在被困在一座空岛上 玻璃桥已被他们炸了 因此我无法原路返回 我的附近也没有水源 能看得见的水都距我至少有100米 包里还有一个工作台 我将其放在脚下 看看我能做些什么吧 就在我看着湖面思考时 天空中忽然下起了小雨 这倒是提醒了我 包里还有一些铁定 可以先做一个铁桶 然后就得收集雨水到大锅里了 可当我再次打开工作台时 才想起我的铁定不够 制作大锅要七块铁定 看来这个水桶是白做了 不过一定有别的办法 我还有六根竹子 先拿竹子和细线做一些脚手架了 只要手速够快 我就能在落地时免疫坠落伤害 就像这样 无伤落地 不曾想一位猎人从树后淡定走出又快不离去 下一秒我的脚下发生剧烈爆炸 强大的推力将我再次送上高空 这次我没办法放脚手架 因为这里是天际线 我的行动又一次被猎人预判 没办法 作为老对手我们都知根知底 耳边响起羞羞的火箭声 快把你的脚手架交出来 否则我就给你的痛快 只给你三秒时间 逃跑的话很快就会被追上 不如先选择妥协 就这样猎人阿火被打发走 我已经做了最优解 接下来竟然是听天命 包里还剩下这些东西 铁桶和铁定肯定没用 这些下戒油可以做成下戒油块 我大概能做出来两个 但它好像也没什么用 把酿造台放下试试 先把水瓶放进去 然后放入下戒油酿制粗制药水 对了 换一魔可以做缓酱药水 看来天无绝人之路啊 我将酿造好的药水喝下 随后便开始踏空而行 这下我想去哪就去哪 猎人再无可能预判到我的行踪 回来的第一件事便是直奔猎村 毕竟这里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唯一要小心的便是这些名牌 这下糟了 无处可藏 幸好这家伙没有发现我 等他走后这座房子就归我了 打开共享箱子 顺走免费的道具 这家伙也太穷了 好在我不是很挑剔 有了TNT就可以给猎人准备惊喜了 我一定要让他们飞起来 布置一些红色方块 这样显得喜庆 不料我的装修工程被猎人发现了 没办法 只能做个烂尾工程了 我迅速朝外跑去并封死地头 顺手点燃两侧的TNT 一路头也不回朝外跑去 可惜了 被猎人提前察觉了 不然我绝对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猎人对此事怒不可遏 一口气追了我三里地 我被他们赶到雪山上 灵机一动 我朝脚下挖三田一躲了起来 雷吉怎么不见了 我刚刚看到他跳下去了 那还费什么话 赶紧去追 连我都没想到这三脚猫的骗术能成功 不管了 先走为妙 突然一个声音将我喊住 雷吉我们可以合作 为什么要信你 因为我和你一样受他们压迫 那真是太好了 既然如此就加入我吧 向木木介绍我的计划 先用木板在这建个房子 随后来到房子下面 布置一层告示牌 到时候在上面放置一个陷阱箱 用它来做启动装置 木木中途回了一趟基地 为我取来十几桶岩浆 我询问他那里是否还有墨影珍珠 他回答没有 看来得去一趟下界了 就在我们准备出发时遇上了猎人 糟糕 偏偏是这个时候 我们两人与猎人正面对抗胜算秒茫 因此只好暂时撤离 一路上我们都十分顺遂 看来这是个好的开始 进入下界后我仍在奔跑 可木木却处在原地不动 我喊他快走 他却不搭理我 雷吉你是个好的搭档 但很可惜 可恶 难怪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难怪猎人一路上都不放箭 难怪他们能准确找到我的位置 一切答案都浮出水面 对我而言这不算什么 因为我早已习惯了独自战斗 我熟练地阻挡猎人前进 熟练地用泥土垫脚折返传送门 可恶的叛徒 离我远点 我正准备迈开腿狂奔 却发现自己已经深陷淋漉 传送门的另一头 也被猎人以同样的方式封了起来 就这样 我在两个世界来回穿梭 无法打开背包 无法放置方块 就连视线也是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我吃下一颗紫送膜 却发现毫无作用 无奈只得求助小船 试了半天才把小船放在地上 准心对准他疯狂又简 却没办法坐上去 只得尝试墨影珍珠了 我想透过缝隙将它扔出去 却砸到了门框上 倒霉的事情接二连三 一时间给我整个有些许的自信 还有最后一颗墨影珍珠 做个长长的深呼吸 我将它治了出去 紧接着眼前一亮 终于从那里逃出来了 来到山顶观察猎人的情况 他们正在重建被炸的基地 没人能想到我会再次跃遇 既然如此 我要好好准备一份见面了 这个小东西是TNT傀儡 一旦吸引到他的仇恨 便会疯狂吐出点燃的TNT 铁傀儡在他面前就是弟弟 展示的差不多了 可以把他击杀了 和这个家伙战斗异常棘手 一不小心便会被TNT炸伤 偏偏他又能免疫TNT的伤害 足足过去五分钟 我才将其斩杀 这才只是一只而已 猎人还没见过这小东西 干脆让他们一次性见个狗 先挑选一块风水宝地 接着挖一个温馨的小坑 留着猎人晚上睡觉用 这小东西没法用拴绳 因此我只能一点点 把它推入坑里 给猎人准备了 二十个可爱小抱枕 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他们倒头就睡了 接下来给房子装修一下 倒是排斥必不可少的材料 只需挖掉这个方块 就能请军入窝 在这里封上一些泥土 防止到时有猎人逃掉 没想到吧 我又逃出来了 你们的陷阱太小而磕了 居然还有胆子回来 饶了你三次 这次我们可没耐心陪你玩了 前提是你们能抓到我 我利用紫颂果在他们面前 反复横跳 同时还能恢复自身血量 使用紫颂果有一个好处 避免坠入猎人的陷阱中 不过却很容易挨打 因此在还剩淡血后 我选择迈开不走狂奔 利用泥土块 阻挡猎人的脚步和远程武器 总算是跑到这里了 我迅速封入并挖掉陷阱核心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他们慌了手 开始攻击TNT傀儡 这直接就着了我的刀 猎人军团瞬间便安详离去 这些TNT傀儡 哪怕是上帝看了也得哆嗦 善战者 见力不失 欲试不移 猎人看见雷吉 就如同汤姆见到杰瑞 必然爆发一场 斗智斗勇不死不休的博弈 但你有想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吗 这还得从猎人 是蒙心石说起 雷吉向猎人发出 一小时通关挑战 并且悄悄把自己 变成小猪戏弄猎人 这种情况下猎人 能否获胜并获得一百秒刀呢 挑战开始 猎人选择了最经典的 撸术开局 殊不知一个小恶魔 正在朝他靠近 这只屁股上 有花纹的小猪便是雷吉 猎人已经得到五块原木 你好啊小猪 他正犹豫着 要不要杀掉小猪获取食物 心有灵犀的雷吉 赶紧逃离了这里 为了自己的安全 他选择在猎人 忙于挖矿石赶来 他赌对了 猎人并没有起杀星 反而还把他当成自己的伙伴 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小猪牌 殊不知 这正是一切噩梦的开始 他对猎人点头适应 这瞬间就让猎人的好感度拉满 猎人接下来要去矿洞 示意小猪跟上他 或许在以后的游戏生涯中 他再也不可能遇上 这么有灵性的小猪了 运气非常好 游戏才刚开局七分钟 他就找到了一座村庄 雷吉正在心里盘算着 如何捉弄他 太好了 这里有胡萝卜 有了食物我就不需要猪牌了 这边也有很多胡萝卜 可以给我的小猪喂点 当他拿起胡萝卜却傻眼了 这只猪居然不吃胡萝卜 再这样下去要露馅 雷吉迅速离开了这里 他估摸着猎人 下一步要截略村庄了 于是放火烧掉这里 这样就不会让猎人 获得过多的补给 他们俩离得非常远 因此不必担心纵火被发现 这正是步步滴打火机 哪里不会点哪里 这里有两头猪 但他们好像不是小猪牌 奇怪 这些房子怎么都燃起来了 希望里面的战利品 没有被烧火 不太妙 房子里面也着火了 对了 我的小猪牌跑哪去了 雷吉始终在暗处观察着猎人 他要给猎人制造 一起意外事故 用原石将房间堵住 随后再将整座房子点燃 两秒半后 猎人若无其事地走了出来 找到你了 我的小猪牌 一只可爱的小猪猪 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趁猎人收集大锅时 捶他一下 谁在打我 应该不可能是你吧 走了小猪牌 对于这些会自然的房子 猎人是百思不得其解 接下来他要去采矿 进入铁器时代 这运气实在离谱 意外发现一个蜘蛛刷怪龙 他要出去时却傻眼了 怎么洞口有这么多只蜘蛛 殊不知这些都是小猪牌的杰作 他要给猎人多制造一些突发事件 以阻止其通关的步伐 这些蜘蛛险些让猎人丧命于此 幸好他脚底抹油溜的足够快 死里逃生的猎人不安地盯着洞口 他在担心小猪牌的安危 甚至还给他丢了块面包 你别过去 那里危险 时间还剩42分钟 猎人现在连个铁的影子都没见着 看到铁矿时候 雷吉便将其转化为原始 这样只要有他在 猎人就别想得到铁矿 我明明记得这里刚刚有铁矿的呀 难道是我记错了 没有铁就没法挖钻石 更没法挖黑药石做传送门 他只好动身去深一点的矿洞看看 可他每次一看到铁矿石 就会莫名其妙成为原始 真是见鬼了 只要靠近铁矿石五部指令就会生效 他永远也别想得到铁 就在猎人看到头顶有铁开始搭高时 一抬头却发现铁矿不翼而飞 终于开始怀疑小猪牌了 是你在捣鬼吗 好在雷吉临危不乱 这才稍稍打消了猎人的疑虑 这些铁矿在深板眼里 因此针对原始铁矿的指令并没有生效 一朝不慎 就让猎人迈入铁器时代 还剩40分钟 猎人已及其铁亏铁锯 新一轮的博弈开始了 他当从矿洞出来就遇上沙漠神殿 雷吉已经被这种狗运震惊了 同时他也想到了新的鬼点子 触发神殿里的陷阱 说不定能做掉猎人 他紧跟猎人跳了下去 随后直接踩在压力板上 猎人被吓得疯狂搭高 他则处在原地溃然不动 一阵爆炸后 猎人毫发无伤 你还好吗 雷吉的计划又失败了 更糟糕的是 猎人还找到了岩浆池 好在他的心里还牵挂着小猪牌 可当他回去查看时 却找不到小猪的身影了 无奈他只好独自前进 虽然没有钻石稿 但是他已经学会了用水和岩浆制作传送门 就在他思索怎么搭建时 突然被打了一下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没死 但你下次能不能别笑我了 猎人挖了个小坑 将两桶水倒进去 接着他开始一步步搭建传送门 这个过程只用了一分钟 还剩一半的时间 猎人终于踏足下界 这小猪有点意思 居然能跟着我来到下界 猎人开始动身寻找下界堡垒 他的狗运再次起作用 因为传送门旁就是下界堡垒 可这明明是个随机种子 雷吉无奈只得在想新点子 30分钟进入下界不算很快 但30分钟找到下界堡垒就有点快了 他偷偷在猎人附近放置怪物弹 以此来减缓猎人的脚步 太好了 这边还有一个战力品箱 居然有马鞍 快来小猪猪 给你个好东西 居然无法安置 看来你的确有点特别 猎人跑得太快 以至于转角遇到爱 以他现在的装备 对付这些凋零骷髅还是比较困难的 看着他落荒而逃 雷吉心里乐开了花 此时的猎人虽是萌新 但却很机智 他找到三次EVE的机会 将骷髅逐个击破 只是他很疑惑 小猪又跑不见了 一分钟后猎人找到火焰人刷怪龙 雷吉在他身后放了六只火焰人 唯恐猎人不死 没想到这家伙就像背后长眼了一样 第一时间就撤了回来 随着道路封死 猎人又一次脱离险境 雷吉只好以身犯险 为了保护小猪 猎人决定冲出去跟他们拼了 雷吉趁机封路 谁把我关外面了 我的天哪 总不可能是这只小猪吧 补充好状态 猎人再次杀了出去 强大的攻势很快就让他至那儿退 这一次他终于意识到是小猪在捣鬼 于是把小猪困在坑里 他打算补充好状态在这 雷吉则悄悄在后面种植三朵凋零玫瑰 当猎人残血撤退时 可以靠花朵的凋零效果消磨他的血量 甚至有可能完成补刀 30秒后猎人撤了回来 果然踩到了这三朵不起眼的小花 可坏消息是猎人仍有半醒 这些奇怪的花是哪来的 小猪牌我不会再带着你了 时间还剩25分钟 猎人已收集足够多的火焰棒 猪灵堡垒就在下界堡垒后 他打算搭桥过去 雷吉又悄悄准备了一个惊喜 可这家伙的耳朵实在太灵了 偷袭没有奏效 能用恶魂阻挡他一段时间也算不错 恶魂开始渐渐远去 已经对猎人构不成威胁了 这才浪费掉猎人一分钟时间 雷吉只好来到猪灵堡垒 他掏出了一个怪物蛋 在猎人的必经之路放下四只猪灵 猎人已经来到堡垒外 雷吉仍在里面疯狂下载 他开始利用下界岩搭楼梯 一回头便看见老熟人 直接震惊他一万年 别跟着我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小猪排哪去了 你别再恶作剧了 不然我真的要哭了 雷吉打算趁其不备把他推到岩浆里 他从包里取出油猪弹 给猎人来一记猛猪冲撞 只见油猪冲了过去 把猎人顶得飞了起来 可惜没能给他顶到岩浆里去 猎人没有看到雷吉的小动作 他也没空管那么多 左手收集堡垒里的金块 他需要很多很多金钉 猪灵堡垒中央的保险库 是个不错的选择 他打算铤而走险 一点点跳下去 利用方块减少下坠伤害 趁着猎人在吃东西 雷吉在他身后放了一只猪灵 这下打了猎人一个措手不及 他锁在楼下不敢轻举妄动 雷吉正打算在刷怪龙旁放置怪物 可猎人的手速实在太快 我去 这么多金子 简直就是黄金天堂 猎人如今正忙着敛财 雷吉反手掏出大宝贝 在猎人脸上放了一只岩浆怪 但却为时已晚 因为猎人已经收集到足够多的金款 他现在有足足两组半金钉 就在他要走势回头看了一眼小猪 良心发现 他还是决定带着小猪离开这里 他给小猪搭好楼梯 随后走在后面为小猪保驾护航 在他与猪灵交易时 他仍在反复打量这只独特的小猪 明明觉得哪里怪怪的 但就是说不上来 最终他用40块金钉换到了16颗墨影珍珠 这些足够他找到墨地要塞 在即将离去时 又遇上一只恶魂 为了让恶魂命中猎人 雷吉在他面前反复横跳 别乱动 会伤到你了 他真的 我哭死了 两分钟后 猎人回到传送门这 而这一切都是误打误撞找到的 可见猎人的运气是有多好 走吧小猪猪 我要带着你通关了 时间还剩20分钟 刚来到主世界 他就被小猪打了下去 雷吉对他的速度非常不满 猎人做出16颗墨影之眼 开始寻找墨地要塞的位置 留给雷吉的机会不多了 做出一艘小木船 猎人把他放在海面上 快来小猪猪 我们要出发了 这是他第一次带着小猪出海 估计也是最后一次 等等 那个结构有点像下界要塞啊 雷吉被彻底震惊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墨影之眼纯属多余 更要命的是 墙壁后面就是墨地传送门 小猪你在哪 快跟上来啊 雷吉的100美刀可能要守不住 时间还剩10分钟 小猪缓缓地出现在猎人面前 等猎人激活墨地传送门时 他们一起跳了进去 终于来到墨地了 趁着猎人在搭高 雷吉决定去做点什么 同时他又不能干得太明显 以免被猎人识破 想来想去 也就只有弓箭最适合这种情况 猎人在战斗室听到了射箭的声音 可他回头却没发现有小怪 可能是听错了吧 他要去破坏水晶了 到底是哪来的箭呀 总不可能是小猪射的吧 他开始继续搭高 却突然被一箭击中 很可惜这一箭没能把他击落 没有弓箭也太难受了 雷吉悄悄飞到高点 一箭引爆墨银水晶 可猎人的反应速度实在太快 依旧没能将其击杀 在他搭高时又射空一箭 雷吉只好从柱子上下来 然后偷偷接近猎人 再趁机射出一箭 可这飞弹没有伤到猎人 反而帮了他的大忙 这下只剩两颗墨银水晶了 雷吉一路狗狗碎碎 趁猎人搭桥时 挖掉他脚下的方块 结果又是一波极限反应 直接给雷吉看懵逼了 你怎么还在上面 给你水了 快跳下来 很好小猪猪 我们一起去击败墨银龙吧 时间还剩三分钟 猎人继续沿着柱子搭高 雷吉则是趁机飞上去放置墨银马 我的天 为什么会有怪 又是一波完美落地水 这足以和巅峰时期的雷吉媲美 所有水晶已破坏 时间还剩两分半 猎人开始攻击墨银龙 突然间他被墨银龙一巴掌扇飞出去 又是一击落地水 雷吉在坑里蠢蠢欲动 趁着猎人走过来时 他一剑将猎人射飞出去 这次猎人却没能反应过来 他很困惑 明明不在墨银龙的攻击范围内 就这样猎人的挑战已失败告终 挑战结束了 雷吉你在哪 我一直都在啊 被你叫做小猪排的就是我 猎人文言上去就和他掐了起来 这个氧气至上的世界中 一旦供氧不足 原本还鲜活的人类就会瞬间消失殆尽 正因如此我的伙伴在此时领了河返 而造成这一切悲剧的正是高高在上的猎人 他们朝我们炫耀着拿在手里的氧气面中 接着又毫不讲理地将我和戴希的四周围了枪 一切完成后猎人们满意的离牌 只留下我和戴希在原地做着无力的挣扎 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氧气已胜不断 我只好像无头苍蝇一样地碰击四周的障碍 但都无功而返 好在戴希还算清醒 他提醒我可以用墨影珍珠试一试 于是他将梯子和方块放在屏障上 再将墨影珍珠朝着缝隙用力一个 结果却是石沉大海 我不肯相信 只好再试了一次 可屏障仍是不为所多 同样糟糕的是 戴希的氧气只剩下60% 我必须得找到其他方法保住戴希的生命 我开始搜罗屏障内仅有的资源 传送门的遗迹在此刻映入了我的视野 拿出里面的两块黑钥匙 只要把传送门修好我和戴希就能有救 正当我沉浸在得救的喜悦中时 一枚从天而降的TNT陨落在了我的身旁 好在有戴希的提醒 才让我躲过一劫 我抬头看去了 这枚TNT正是猎人们的结局 而TNT的出现也让我重新想到了一个办法 于是我来到装满TNT的小屋 也许用炸弹能将这个屏障解决 我和戴希将里面的TNT收集归整后 又来到了屏障旁磨拳擦掌 可在一枚炸弹的攻势下 受损的只有地上无辜的草面 整个屏障仍然纹丝不动 就在此时 戴希的氧气彻底见底 我只好将身上所有的食物交给她 但这终究还是余事无比 我不得不实行想到的新主意 来到喷泉边 将自己仅剩下的四个盐膏将拿出 只要将盐膏将制作成盐膏块 就能潜入喷泉底部获得眼泡气 不过实践却与我的想法互相为和 原来是缺少了一味呼吸药水 果然在药水的把持下 戴希终于逃脱了危险 可这必然不是长久之计 我和戴希只好搜寻着其他把 直到一匹小马居的出现 戴希认为我们可以通过马匹穿破屏障 不过我们都没有必备的马 也许地牢里有我们需要的资源 黄天不负有新人 戴希成功找到了马 我开始迫不及待地骑上马前去挑战 结果却和前面如出一者 几次三番的失败让我已经陷入风狂 但我和戴希却听到了一个新伙伴的声音 等我们走近才发现这正是我们的同伴费费 我真的会陷 我和戴希想出去都出不去 她还进来送人头 费费告诉我她也是被逼无奈的 因为她偷走了氧气室的钥匙 被猎人们发现后才会逃落至此 如果被猎人发现了她的踪迹 所有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危机关头我拿过戴希手里的弓箭射向费费 下一秒猎人也出现在了屏障之外 他们向我询问起了费费的下落 即使我声称毫不知情 但仍然逃不过他们的怀疑 好在戴希及时上前解释 才让我们幸免一难 毕竟这种鬼地方 谁家好人想进来 在猎人离开后 我们便和费费商量起了接下来的计划 如今她手拿氧气室的钥匙 早已成为重视之地 所以我们只能商量好计划主动出击 而在计划实行之前 我们必须得先补充好能量 费费朝我们分享起了她的前饮盒 好在里面还有两颗紫颂花 能和一旁的墨饮石相结合 种出果实为我们提供能量 种下紫颂花后的几秒内 我们就能顺着他们所进来的洞口逃出去 我从未想过费费有如此聪明的一天 恰巧此时的猎人已经搜索完毕重新来到周围 戴希将手里的一颗珍珠交给费费后 我们便躲了起 费费先是对着屏障外的猎人一顿嘲讽 果然受不了一点激怒的猎人 直接将屏障破开想要活出费费 费费成功吸引了火力 我和戴希也找好机会趁此太溜 直到我们彻底逃脱后 费费又用珍珠消失在了猎人眼前 我们根本来不及歇气 因为身上的氧气已所剩不动 此时的猎人也发现重剂 连忙折返朝着我们的方向狂奔 我们率先进入了内部 为了躲开猎人的追击 费费提议趁着现在是晚上 我们可以先躲在床上 果然凭借视野的死角 我们成功逃过一劫 摆脱完猎人后 费费拿着钥匙打开房门 让我们成功带上了氧气症 如今氧气的供应已不成问题 但猎人的搜索仍在继续 此地不已久 我们将所有的箱子收入囊中 谁曾想猎人突然折返 幸好聪明的戴希用木板遮挡 这才让我们逃过一劫 可猎人们也发现了氧气面罩的消失 他们聚集人马加大了搜索的范围 即使我们接下来的行动小心翼翼 依旧还是被他们发现了踪迹 他们派出嗅觉灵敏的豹猫 很快就来到了我们周围 好在老天眷顾 一个苦力怕的出现成功吸引了豹猫的主 不过这并不能为我们拖延多长的时间 好离这里才是最好的办 说干就干 只见沸沸拿出收集到了PNT 虽然这很冒险 但的确是如今最好的方法 于是趁着PNT的爆炸 我们成功离开了这里 但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虽然我们已经登上雪山之点 但刚才的爆炸声早已吸引了猎人的注意 追过来是迟早的问题 沸沸提议 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陷阱 用一堆手架放置在雪山的空隙处 在上面铺满白雪作为掩固 再趁着猎人跳下来之际敲掉手架 这样他们便能追入万丈深渊了 我们加快了做陷阱的手脚 因为戴希已经察觉到猎人的靠脚 制作好陷阱后 我们便出发将猎人吸引过去 随着我们的跳下 无数猎人争先恐后的跳下 而我们也趁机将吊手架敲碎 跳下的猎人一个个都含泪归血 正在我们欢呼这场胜利后时 一个漏网之鱼竟勾住了戴希 没等我们反应过来 戴希就直接被他扔进了深渊之中 戴希领了河饭 我们的生死也尚不明确 后面的猎人紧紧跟着 即使我们想要为他报仇 可如今却不是最好的机会 我们只能拼命逃窜 可以心想着逃跑的我 却忘了注意脚下 我和沸沸同时掉入洞穴之中 这里正是猎人们为我们准备的陷阱 四周绿色的液体正是一种强烈的损 只要触碰到 就能让人瞬间蒸发 不仅如此脚下的树叶 也开始以飞快的速度燃烧 我们只好尽可能找到自己所具有的装备 好在几个木箱能让我们暂时站在 可这中不能抵过熊熊猎物 我和沸沸忙得不可开交 而这时我也注意到了陷阱上方的墨影 于是我开始用方块建立一个避难所 随后激怒墨影 想要用此射杀他后 再用自己的珍珠逃离出去 但一个没留意墨影员竟也掉下 此刻的我早已走上重途末路 沸沸却如救世主一般掏出了一把三叉戟 不仅如此他还拿出了一块湿海 然后将其放炉子中为三叉戟提供水 一切准备就绪 我站立在了庇护所的上方 在中间的位置放入水源 准备拿三叉戟逃之夭夭式 却发现距离根本不够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竟然只是激流一的附魔 无信邪的沸沸也想来试试 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多次的挫败让他已经放弃挣扎 可我却看着水源陷入了沉思 为何我不将这水用来扑灭下面的眼毒的酸呢 现实却给了我沉重一把 这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好在沸沸此时重新振作起来 他搭建了一个垂直飞行器 还没等我们跳上去 底部的火种就已启动了机器 飞出去的飞行器也引起了猎人们的注意 殊不知此时的我正在用TNT搭建最后一个机会 直到沸沸发现他们的身影 我又连忙TNT藏了起来 既然逃不出去 沸沸便想着为带气爆炸 于是他躲在一处角落 将TNT摆在了猎人的视线死角里 再由我告诉他们自己已经不幸身亡的消息吸引住 所以等到猎人来时 我痛哭流涕地扑诉着沸沸已经落入强酸之中 趁着他们得意之际 沸沸在一旁点燃了TNT 巨大的冲击力将他们从高处击落 最终猎人们自食恶果 落入了为我们准备的陷阱之中 戴希 我们终于为你报仇了 一进入游戏 就面对众多猎人 他们将我逼退在续空边缘 趁我毫无防备时直接推下去 好在有船垫脚 还有三只小机做陪 但他们却要将绳子打断 说着拿出了弓箭 好在射偏了 随后便说道 反正续空之中会出现怪物 我一脸疑惑 准备询问时 他们却离开了 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赶紧想办法离开 看着遗留下的箭 还带有药水效果 我试着将它击落 成功拿到手 它是带有跳跃的箭 希望对接下来有帮助 随后将工作台放在机岩上 看能做些什么 将竹子合成了木棍 刚好可以制作一把弓箭 于是我将跳跃箭射出 刚好落到我身上 现在我的跳跃能力也提升了不少 我试着跳跃 但弹跳力还是不足以离开这里 我得再想想办法 或许我可以将红石轨道 放在工作台上 但还有一个问题 我没有矿车 看着背包的装备 我立刻制作出熔炉 利用岩浆将粗铁进行烧制 现在只需要等待 但好景不长 即将烧制完时 猎人出现了 并将我的希望打破了 正苦恼该怎么办时 身后传来响动 这应该就是他们所说的虚空幻影 我立刻拿出弓箭防身 试着利用弹跳力躲过袭击 却还是备咬一口 袭击完我就不见踪影 本以为安全了 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感染 显示时间还剩五分钟 这是什么意思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跳跃时间还有十秒 我得好好利用起来 希望可以够着上方的宝箱 反复尝试后 拿到了黑钥匙 珍珠 岩浆以及水桶 随后利用这些物品 制作出来墨影箱 并在里面发现了牛肉 以及墨影珍珠 惊喜之于我立刻顺移 回到了上方 一回头就看见猎人正在靠近 随后发现房间的猎人 似乎在商量着什么 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我必须要阻止他们 在那之前我需要准备一些资源 来到存储室尝试打开箱子 发现里面都空空如影 忽然发现有猎人也在 见此我立刻躲了起来 但他好像并没有发现我 我便利用箱子遮挡 等他离开后 我开始在宝箱中寻找资源 当我以为很安全时 猎人出现阻止了我 并带我进入房间 打算让我自投罗网 但在门口听到了谈话 猎人听到后开始动摇了 于是我喊他一起打破孵化弹 尝试几次后 发现他非常坚硬 这是房间里的猎人准备出来了 我与猎人立马躲进阁楼中 看着发现的一切 我们都知道下一个就会是自己 这时猎人带我从阁楼岸道离开 来到存储室 并告诉我牛奶可以阻止感染 但宝箱中没有任何资源 随后他便带我进入了密室中 这里面有圈养的奶奶 我喝下后 果然感染解除了 随后便返回储存室中 这时虚空幻影再次出现 我可不想再被感染 于是我们合力将它解决了 虚空幻影掉落了空膜 猎人捡起将它炼制成虚空感染药手 随后来到房间 准备商量怎么解决这个怪物时 猎人却出现在身后 将我们丢进黑曜时间域中 抬头发现上方的岩浆正慢慢下降着 再待下去我们都要完蛋 就这样 怪物直接被它吸引走 这下该解决怎么离开了 我试着利用船 但效果显而易见 只能再想想其他办法 通过猎人的提醒 利用TNT炸出一个小缺口 随后在TNT不断的帮助下 出口越来越大 我们终于自由了 刚出来就听见不远处的惨叫声 wait do you hear that wait JC's over there where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please leave me alone I didn't mean no harm Leggy Fiff help me please QJC I got you bro was that slowness 4 Fiff that was so good it's too powerful this three-headed beast how is it so strong let's go Fiff we killed them